不好意思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已经是我拍的第三个自热火锅的视频了 因为今天这个品牌非常的大 味龙 那条品牌的佼佼者 大企业 自动化工厂 几百名员工 出了一个当下最热门的自热火锅 所以我还想尝试一下 开一包味龙 清除一下 纸巾 清嘴豆腐 这不是变签纸吗 磨浴爽香辣素毛骨 看我们的味龙果然不一样 送这么多东西 火锅底料 这什么 没写 大肉包 粉条 一次性垃圾袋 哇 真的太温馨了 一次性垃圾袋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这小小的东西就很用心嘛 对不对 也要不要多少成本呢 不过得先说一下 这不是广告 我没有收广告费 是我自己买来吃的 只是味龙这个品牌 大家都知道嘛 对吧 看一下大肉包里面有什么 哇 又是鸡肠子和鸡翅膀 感觉这个蔬菜包里面很酸 像是用泡胶泡过的 磨浴爽 把它这个也放进去 尝一下 挺好吃的 肚子太饿我还添了一碗饭 维他柠檬茶 好了现在就是深夜放肚时间 哇这里面还有点硬 还没完全热透 可能加热包 这水放的有点少 尝一下这个木耳 泡脚的味道 它这个蔬菜用泡脚泡锅 感觉这个火锅底料味道不是很浓吗 这不是我水放的有点多吗 麻辣味和咸味都比较淡 哇这粉条还可以有嚼劲 蔬菜里面就只有木耳海带 这是洋芋嘛 蔬菜品种不多呀 好多木耳 我还要鸡翅膀 我还要鸡翅膀 嗯 下次打死你 我也不会再买鸡翅膀和鸡腸子的豬油口果 嗯鸡菌子 鸡翅膀 这个味道呢 蔬菜包里面 我刚刚说过 全是用泡脚泡果的味道 你们吃过泡脚味的东西 你们就知道这个味道 火锅底料的话比较淡 麻辣味也不是很重 也不咸 这个鸡翅膀和鸡腸子呢 我就不评价 所有的炙热口果 我觉得都不好吃 中情来说呢 30多块钱一盒 嗯 你们自己看吧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千万不要忘记 点击关注留言 收藏咱们分享 我们下期